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味的麻花 一斤面粉 两个鸡蛋 4克盐 4克酵母 40克白糖 180毫升牛奶 用筷子搅拌一下 再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上倒一些食用油 用手磨均匀 盖上盖子发酵到两倍大 把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来 擀成长方形 再一条一条切开 再把它搓一搓 再变成山谷的小辫子 辫子要松一点 因为等一下砸麻花的时候 麻花会变胖哦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醒发20分钟 醒发好了 准备下锅 油温散到冒小泡泡的时候 放入麻花 小火煎到两面金黄 可以出锅啦 谢谢大家 喜欢的朋友请收藏哦 请收藏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